的位置 请各位进到Gembo里面 这个Gembo呢 我们现在来做另外一个练习 就是当我要刺激思考的时候 那Gembo这个方法其实是模拟那个纸本操作 各位之前参加很多研习 在现场研习很多老师会用便利贴 对不对 然后你会买很多的便利贴 到处贴贴贴 那其实这个方法就是那个方法 这个在日本叫KJ法 或者有人叫头脑风暴 什么都好了 那其实用Gembo也可以操作 那所以现在远距时代 你不能跟学生在现场贴便利贴 所以我们用Gembo来操作 那请各位想象一下 我现在做这个练习是我怎么教学生写作文 怎么教学生写作文 那就模拟你在你在课堂上 或者你在远距上课的时候 你要跟学生带作文的时候 好那我们就会先讨论 因为以前早期写作文你还没有任何学习方法的时候 就直接发作文部或发一张稿子给学生 就跟他说我们题目给你了 然后就叫他开始写 对不对 我想你自己也当过学生 你就会脑袋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写 然后稍微认真一点 老师会跟你说 我们这个秘履是继续文 继续文有四个段落 起程转合 然后你就叫他去想 那我一开始起要怎么写 那因为学生没有任何的先辈知识 或者没有任何的讨论 他一开始我要怎么破题 我怎么样进去 这地方就会让学生耗掉一整节课 甚至怎么想都想不出来 所以这是写作文跟发散思考 跟我们平常要做沟通讨论的时候 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用心智图 用这样的一个手法 就会发现很简单 那我现在就带各位我们来一遍 好我们这次的题目就是 题目就是我的秘履 那请各位 如果你有任何 只要我一提到我的秘履 好 假装你们是学生 小朋友 你现在我们那个期末 要去做毕业旅行 那如果你想到毕与你有想到什么 你就你可以用这个来直接复制 复制一张 然后就想到什么 比如说我要带零用钱 那他就想到什么 他就复制一张 刚刚要先点复制 我刚刚点到编辑 好的 这个我把它改回去 然后你就想到什么 你就直接贴上来 然后你也可以从这边 这边有一个贴标签便利贴 有没有 各位可以一边开始做了 你可以点一个便利贴 然后直接贴 比如说我想到 我们想要去 哪些景点 比如说小人果 随便他想 然后他可以选一个自己的颜色 贴上去 随便他想 请各位 来 各位都想 想至少 我们现在在线上的有12位老师 请各位老师直接想了贴上去 你想到什么 你就贴上去 不要客气 我们给各位一两分钟 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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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贴 想到什么就贴什么 比如说要带什么零嘴 我们要怎么去 坐火车 火车坐那么久 车上可以干什么 然后住宿 第一次外宿好高兴 然后跟同学晚上要干嘛 白天去玩景点 晚上在宿舍要做什么 然后因为是秘旅 可能就快要毕业了 突然有一点点感伤 以后要怎么联系 等等 然后 想老师带了我这么多年 那未来呢 可能就不会陪着我们上国中了 那所以呢 是不是可能有些话要跟 某些老师讲 跟某些同学讲 表白 等等 随便老师贴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继续了 你想到可以再贴了 那这时候呢 学生就开始拉哩拉扎的 就贴了一堆东西 贴了一堆东西 想到什么 这时候我们都不拒绝 就让它贴上去 那如果你是用心智图 如果是远距的方式 我们就可能会用这个卡古 等一下再来练卡古 会讲一下卡古 好 那 好 那我们现在是操作这个 便利贴的方式 Gembo的方式 好 那所以这时候呢 第二步 你觉得差不多了 就跟同学 就停止跟同学的讨论 好 这时候同学就不要再贴了 我们先到这边 好 那各位 我们主题在中间 这时候我们会先做个简单的分类 简单的分类 就是说 我们就开始会跟学生讲说 那个我们既然是写这个臂履 这是继续文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就来加个东西 图片 等一下这个不是图片 在这边 Gembo这边有一个设定背景 你可以自己加图片 我刚刚有做一个 我用简报了 背景 好 我用简报 然后拉那个表格 拉表格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背景 好 那当然这个比例不一样 好 那这个背景呢 我把 我中间打了四个字 起乘转合 起乘转合 好 那所以呢 你 我们等一下简单的分类 请各位 你觉得 第一段 那个起 我的作文 起乘转合 这四段是 跟大家差不多了 起就是怎么开头 你可能从哪里开头 然后去 我要写我的臂履 我要从哪里做开头 会讲到哪一件事 你就把那一件事拉过去 拉过去 然后呢 成呢 就是承接 这里面的事件 去扩大的去说明 解释 或者是去说 那个整个历程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这个转呢 好 转的部分呢 就是 你在这整个 闭履的过程中 可能遇到了一些 突发的状况 负面的状况 不好的事情 可是呢 请你用 到时候要用正面的话来讲 学习到的一些教训 或者怎么样应该改善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些突发事件 额外的状况 放在转这边 然后最后结论的地方 就是 你要做一个心得 或者是整个感想 或者是未来的期许 你就把它放在这边 好 请各位 简单的帮他分类一下 把它移动一下位置 好 请各位 把它移动一下位置 好 像这个吃泡面 应该是放在 层这边 对不对 因为 他可能在 这个晚上 睡觉之前 大家都很喜欢吃泡面 那个泡面是 碧驴 很重要的重点 然后 做游览 很多都是可以讨论的 好 那交多少钱 这件事情可能是 在一开始 会跟大家讨论的 然后去哪里玩 也是一开始会讨论的 然后可能讨论 要带一些零食 什么 日期 然后地点 地点的话 可能是在 那个 你中间的一个过程的记录 那如果你把它放在这边 就可能是你们刚开始要讨论 要去的地方 也可以 也可以 好 那所以你请大致跟 大致讲一下 带一下分类 好 那当你觉得差不多了之后 那有些 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 那分类的部分 我们先暂停到这边 请各位先停止动作 好 当你第二个步骤 分类完了之后 好 分类完了之后 你大概看一下内容 除非有一些 特别不合适的东西 你再跟他们讨论一下 再拉过来拉过去 那此外呢 你要注意的重点是 结构上 你的架构上 有哪些 比较缺乏 或者哪 像这边 好像太多 对不对 太多 你一个段落 可能写不完那么多 那你待会可以跟他讨论 那像这个比较缺的 我们要去 递补的 就要 发起第二次的讨论 就跟同学问说 那所以 你看每一个段落 好像都有 东西可以写了 那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最后的结论 你觉得那个我的秘履 这个毕业旅行 这一件事 给你带 给你带的人生的一些启示 或者你经过这个秘履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期许 或者有一些 想要跟同学事后的一些回忆 或者怎么样可以留纪念 之后 是不是还要有一些沟通联系的事情 来请各位针对 这个部分 未来的期许 这个部分 或者想要 这中间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没有觉得怎么样 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改善的方式 来请各位 一分钟的时间 再贴一下标签 好 再贴一下便利贴 各位再想一下 比如说 这时候可能 有个同学就想到 我想要建立 日后联系的方式 因为要毕业了 想要留下跟各位 这个以后联系的方式 就会有同学想要 把它放在这边 好 各位还没想到什么 我们再贴个几个 旅游日志很不错 这可以在人生 留下一些纪念跟回忆 也蛮方便做 那个日后的 后社自主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摘要 好 所以我们 那个第二个分类完之后 第三个步骤 其实就是做 检视那个结构架构 检视结构架构 然后做一点调整 好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暂时先停到这边 暂时先停到这边 你就差不多了 你觉得 应该有很多 足够的题材可以写了 好 我们就暂停了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经过刚刚 各位的 这个水平思考 就是不断的发想 然后透过简单的分类 然后检视那个架构之后 简单的调整 我们再做一点补充了之后 各位你的作文的基础的 素材跟架构 已经基础完成了 那所以第四个步骤 是要做什么呢 第四个步骤 就是要就这个内容 把它串联起来 变成一个段落 变成一个小故事 小段落 所以你看哦 你在起这一边 你看应该就很好起了吧 终于我们要去毕业旅行了 然后我这一辈子没有出过花莲 那看过人家 很多人去过剑湖山 去六福村 小人果好多的游乐设施 我终于可以玩到 那个 什么 什么 云霄飞车 太刺激了 想到都觉得开心 我 我们坐火车 过去要几个小时 然后我要带些什么东西 我最爱吃的零食 平时妈妈都不准我吃 什么泡面 什么的 科学面 这一次我一定要带满我的科学面 然后把包包都塞得满满的 就这样子 你看第一段就可以写得很丰富 对不对 写得很丰富 然后呢 然后又讲到这个带领钱 带领用钱 那他就可以开始想要存钱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一段就很丰富了 那第二段呢 你看 中间发生过的事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可以 也可以是这里面 对不对 好 所以第一天我们去小人果 这个 我竟然可以跟比萨写塔一起合照 等等 你就可以把中间的一些趣事 细节 做一点描述 他们就可以把第二段写得很丰富 好 然后第一次在外面过夜的经验 老师还带我们去 这个 哎 森林里面 好恐怖哦 猫头鹰在叫 好可怕 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 然后 让他再加入一点那个 多元智慧嘛 那个感官的 放大 然后甚至 你用到一些成语 片语啊 什么的 那个把它放进来 用到一些故事 然后那个转的部分 就是 你也举一些例子 好 他们第一次跟 第一次外诉 好 然后跟几个同学 可能有些同学 啊 钱包掉了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 或者谁 半夜打呼 好大声 还磨牙 吓死我了 整个晚上睡不着 等等等 这些有趣的事 那钱包掉了 后来 大家陪着他找 找不到 然后很伤心 然后后来怎么处理 后来 后来 大家怎么帮助他 这整个历程 然后到最后 你怎么去 鼓励他们 就是 比如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那美好回忆 你怎么去做记录 将来可能七到八十的 你会 回忆的东西 大概就是把旅游日记拿出来看 然后照片收集 记录 翻开来看 这些东西 就是你日后美好的回忆 然后 你的同学 陪伴你 你国小六年 老师陪伴你 可能两年或四年 然后 我们要感谢他 然后你买了一些纪念品 然后回去送给 妈妈 送给爸爸 然后等等 聊不完的天 然后我一定要留下 我一定要 跟大家保持良好的 这个联系 然后以后呢 我们这一辈子的好朋友 永远不能忘记之类的 好 你看 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材料好写 你还怕他作文写不出来吗 所以他第四个阶段 就是把这个故事 连接起来 顺一顺 挑自己的材料 把它顺起来 把它丰富 那这样的一个 作文写起来呢 至少架构完整 也有八十分 加上你刚刚 那些多感官的融入 多元智慧的融入 各种方式的形容 然后心里的感觉 加出来 至少也有九十分吧 好 那所以 这其实 也可以用 心自如的方式 去做处理 那所以 这样 这样 其实刚刚我们在想的过程中 有没有 这个其实就是 水平思考 就是不断的发散 不断的让他一直想 一直想 然后你在想的过程中 你不要有任何的 限制 你不要说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就让他放 然后接下来 我们在 因为用这种方式 呈现 他大概就是一层两层 所以我们后来 在增加了起层转合之后 把这个放在第一层 那他的东西就变成第二层 所以如果你把它用成 弄成新制图之后 他就会变成有两层 这 作文的题目 然后这个就是起层转合 然后他们的东西 就会拉一拉分类之后 会放在这个起层转合的后面 所以这样子也可以达到 新制图的一些简单的运用 所以这是用来做讨论 用来跟同学讨论 或用来写作文 用来做那种集席的演讲 临时的一些想法 他都会很好做处理 所以你要训练小朋友演讲 训练小朋友很快的 写作那个作文比赛 什么乡国语文 作文比赛之类的 非常的好用 那你跟人家讨论事情 跟人家讨论事情 也可以这样贴 这样贴 然后也可以用新制图去处理 好 所以各位就发现 原来 这种各领域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使用 尤其是跟人家 讨论一些想法的时候 异常的好用 不会再跟你说 老师我没有灵感了 我脑袋痛白 每次一看 一看到作文 那个题目一出来 我就是回家三天三夜不能睡 因为不知道从头开始 不知道从哪里开始 那因为这个是一开始就发散的思考 他不需要一定要从第一段开始 所以你就可以任何想法 可以在这边做整理 好 所以他就非常的方便 好 那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的新制图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整合的部分 整合的部分 然后去做一些后面的处理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练习的是这个 GEMBO的操作方法 那他如果你在班上 就是实体课程 你可以用便利贴 就不需要电脑 或者是不要的纸张 用胶带 就可以操作 那管你要贴黑板 贴墙上 贴不要的海报纸 贴不要的阅历纸 分组师作 个人师作 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好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去使用的方法 那我来介绍一下那个GEMBO 那GEMBO因为时间的 不是 介绍一下那个CARGO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CARGO各位就是体验一下 那各位麻烦就登录一下 我在连结上面 有给各位CARGO的位置